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说 都说人生漫漫 日子多不过纸马一晚 都说 都说 人生百胎 恰恰 绕不过柴某某某某某某 收到小了 那些人 都不得贡献 就不得贡献 在这儿 我现在还不得贡献 我还不得贡献 您咋是媳妇呢嘛 老哥 你慢慢吃着啊 不舒服 肚子大花 您谢谢您的 别 爹 爹 爹 干什么呀 规矩点 您等我说完了再走不行了 就是来找春花妹妹的 春花妹妹也不搭理我 我 我 我真是犯了重怒了 不管你怎么着 你也爱不着我哪根筋疼 爹 我就是为了震生和春花妹妹的 婚事来的 这不是 您也以为这事着急上火的吗 我生气上火管什么用啊 有你这门做地炮 我生再大的火 也得让你给轰灭喽 我知道您为什么生气 要不您乖的我一顿 您 您消消气 这个是早您酥皮的 您 您赏脸尝一口 精粉细做再剥碗行 不糊嘴 那是 这大小八件 有一样算一样 一百斤的面 三十斤的油 二十斤的糖 出货它就是一百五十斤 一点都不糟蹑 可这腌菜呀 它可就另说了 一百斤黄瓜 三十七斤盐 黄瓜腌出来就剩下六十斤了 再加上六十斤甜面酱 您猜怎么着 到了就剩下四十斤甜酱瓜 这里外里都是往里搭 这钱还不能多挣 你这话说的 就是不想让我这老哥吃呗 不是 吃吃吃您吃您吃 我心里都明白 那铺子里的事 他见天跟我念叨 我这耳朵都起脚子了 这不就说嘛 是不是 新人就跟这点心似的 他加了芝麻加了蜜 不嫌多也不嫌腻 这老人啊 他就跟这烟咸菜似的 那时间越长 那分量就越少 这可他不是 耐吃新杂嘛 越吃越有味嘛 您的儿媳妇够能喷的 从做点心到烟酱鲜菜 说了半天 把我闺女跟她自己的 全都给说进去了 可是闹了半天我还没明白 她这是 她就一个二百五 我知道我有错了 那我改不成 您就跟春花妹妹说 让她把心放肚子里头 我一准不能难为了她 我答应她们俩的婚事 你同意了 爹啊 这天底下的原配 对 就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爷们 娶了新欢的 可我同意 我是这么想 震生她是我爷们 她是我爷的时候 我就当她是爷 她是我儿的时候 我就当她是 爹 我这是打笔吗 那您说我儿子现在号上 您就听我说打笔吗 说儿子现在号上春花妹妹这口了 我非跟我儿子叫什么劲呢 是啊 爹 你现在同意管个屁啊 人家春花不同意了 这春花怎么又不同意了 你也别费这个劲了 没用了 你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你现在想收回啊 已然晚了 这木春花有些日子没消息了 这荤事儿八成要黄啊 行了 翠青 这事儿咱不提了好吗 行行行 听你的不提就不提 老爷 我给您摊一摊耳朵吧 这剃头的老行啊 腰疼病犯了 在家里出不了门 就撂了挑子了 可这四九成 找一个像他这么好手艺的 一时半会儿还真找不着 你这出院一个来月了 一直都没讨耳朵 我就买了一套家务事 让宝缝找这姓行的 一会儿学了学 你别说这丫头还真灵 老爷您看 这是行师傅让我抄的 什么节气 什么时辰的太阳 能照进耳朵眼里 我都门清了 今儿头闪的这个点正合适 太阳光只给 用不着您外一盯点脑袋 崔青啊 这掏完了一会儿 我还听得见吗 听得见 昨天宝缝就给我掏了 你看我耳聪明的 现在听得真真的 你就放心吧 老爷您这边行 放心吧 你看我昨天都拿我自己做了实验 好 宝贝 招呼吧 哥 您可拿仔细拿稳了啊 得嘞 要奶不给我给奶 好 老爷 老爷 您可千万别乱动啊 我的这首活啊 不比旁人差 哥 老爷 那咱就开始了啊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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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开始了我是你 什么您这是掏耳了吗 您这个 拉倒吧 不行我自个儿找行出去 这太善等了 这什么玩意都好 行行行行行行 我 老爷 孔老师的颠儿了 怎么颠儿了 他弄意为什么呀 没给涨工钱呗 我不是跟你们说 给他涨给他涨吗 他嫌您涨少了 他 他要五成 五成就五成 赶紧赶紧 严生大姐给我找去 不能没这个人 快点 别找了 没他这金刚罪 咱也能干这瓷器活 崔京 话可不是这么说 自打孔老师来了以后 咱这买卖好得可不是一点半点 真不能没这人 快快 等会儿 是 咱生意是好了 可是你想想咱花出去的钱呢 他说要涨钱 你一个杯都不打 就答应了 林联怎么着啊 铺子里十几号人都要涨钱 是我来那小黑子 没答应给他涨的 你瞧你 翠晴 你 你这不啥自个儿买卖吗 快快快 让路山背车 快点 背什么车呀 不就听刚打爬 烟糖算吗 还有什么呀 不是你想那么简单 翠晴 赶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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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坐下 让你急的 大福子 你跟老爷说说 老爷是这么回事啊 这孔师傅刚来头两天 我就依着太太吩咐呀 把这小五子 偷偷地安排在孔师傅身边 让他贼着孔师傅 五子 跟老爷说说孔师傅绝活吧 是 二掌柜的 听刚我还没弄太明白 咸菜在缸里是有动静的 可发酵声有大有小 行 捡你明白地说 是 冬家 孔老师每天一大清早 就往蒜坛子里兑水 一窜水兑三坛子 临上柜的头三天 他就不对水了 那他放气多的时候 天一擦喝他就放气 天一亮他就封坛 你看 他没来之前 咱不也照样烟糖算吗 这不都是老规矩吗 行行 你让我问他 他往那水串里搁糖吗 放糖 这 这我倒没瞧见 这你没瞧见 那他用的晒的那手水 是多长时间呢 反正是手水 多长时间 我真不知道 你还不瞧 你什么你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吧 你这 你干什么去啊 翠青 孔老师绝对是个好把事 他那水串我尝过 肯定他放过糖 放多你知道吗 还有使的手水 什么时候晒 晒多的功夫 他能告诉你吗 这都是他半辈子偷手 他能让他瞧出来 就凭他 十个也没戏啊 但他瞒不住我 那他没来之前 咱家糖蒜不照卖 太太 老孔他淹的糖蒜呢 一上柜就抢光了 根本捞不住脉 往年啊 这事没发生过 确实 听见没有 走 严先生 有事您吩咐 我就在小侯屋 走 走 您忙点 孔叔哥 进去吧 老爷 老爷 孔叔来了 孔叔 您看这一直说呀 想跟您坐下来 一块儿喝口 也没腾出功夫 冬家 我 我 我呆不住 呆得住呆不住 咱也不能站着说话 来 您请坐 咱哥俩踏踏实实 说两句心里话 这总成吗您 我真的呆不住 有什么话 改日再说 成啊 众叔 宗叔 不就工钱的事吗 我全答应您 成吗 冬家 您真是待我不薄 咱们口服有什么好吃的 都先紧着我 我知道 他是应了您的吩咐才这样 秦方局上上下下 都知道您对我的一片鞋 我 我干不动 大哥了 干得动 干不动 不吃紧 您支支嘴就成 算我这儿求您了 成吗 冬家 有 这怎么话说的这个 冬家 我不是那种 想涨工钱就撂挑子的人 是有人不让我给您干了 我没答应啊 他们就动手了 还说 说什么 说现在我三天之内离开北平 我要是再给秦方局干 就弄死我 这事儿不怨念 这是姓吴的抢奸动手 黑子 扶着孔兽 先回家 撤 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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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人 哇 您呢 不是 曾经 这年头好人不掌命 祸害我千年 牧家的人哪儿都不能动 我说这位 这就不对了 我们这儿可认了怂了 怕了您了还不成 半城 半城不是我说的 是吴友人吴长官说的 吴长官说了 让牧家找政府去 吴长官就是政府 王爷 按您的吩咐 孔先生我已经安排好了 糖蒜的秘密呢 这老小子还真够意思 不光是糖蒜的秘方 这听纲的诀窍啊 田建国的偷手 一样没落 全说吧 黑子 这理学问可大着呢 没那么简单 我在作坊里泡十来年了 这点你不用费心 不是 黑子 这孔老师本事可大吉了 凭你 你拿个本记 你都未准学的会 黑子 你得用点黑功 才能琢磨透了呢 手不手教 你到不了人那份上都 这样啊 哎 这叫一招先吃遍天 对 伯子 甭你说了 你喝 喝 喝 你这还来劲了 我跟你说 跟你说那些 你也不能告诉别人 知道吗 是 你们俩都听着 尤其是那看着表面上 小小不严的最要紧 知道吗 你们俩亲自上手 不能让底人瞧去 明白吗 明白了 老爷 你甭 甭明白了 老爷 咱们沁方区这金字招牌 靠的是咸菜 不是耍嘴皮子 行 老爷 陆山 陆山 怎么 咱的家伙事又下落了 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秀妈没留纸给露了地了 秀妈还没留纸 陆山哥 您甭以为大家伙都不知道 这秀妈一见你 那跟喝了蜜塞的 什么不说呀 这个 夫妻 给我找一买主 把小黑子的眼睛给我卖了 就是的 你还当着儿子面 你行不行啊 我不说 来 坐坐坐 路上 来来 行 坐 上回太太 让我跟秀妈 不是送母老爷子去老爷子那儿吗 连带那家故事 一块放到厨房那个 饭鬼后头了 母太太 您 爷 爷 爷 阎老板 您这是 这 您 客气什么呀您 知道您喜欢 给您带了点这个八宝酱菜 甜酱包瓜 成心没给您多拿 为什么呢 咱吃完这个 咱吃新鲜的 自个儿加圆子 用什么您圆 您看 我就是一个 小门小户 平民百姓 我嘴没那么金贵 阎老板 您看您这 木太太 您这老阎老板 阎老板子不对啊 听着这么别扭 是不是 我听说春花这不是 认了我爹当干爹了吗 那我们就是哥俩呀 您就拿我当个儿子 就叫震生 震生 行 行 行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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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本来啊 我们震生 是给老哥哥你当姑爷来着 可是这另来另去 成了干儿子了 这是怎么话说的这是 震生啊 这种话说的全是气话 你别当真 气话 气话 喂 震生 这什么时候了这是 我这怎么饿得 寄料寄料的呀 震生 你上厨房看一眼去 有什么吃都没有 好嘞 那厨房里边就半个窝头了 那什么你 你妹妹 春花二她一会儿就下班了 让她回来给你做 别这样 人春花里里外外地 伺候我们老哥俩 那干了一天活 回来还让人累着呀 说得是呢 我点背口就得 点背口就得 不是 这半个窝头 还不够塞压缝的呢 这一会儿卖驴肉的 就回来了 你们都甭管 都甭管 我呀 我弄碗 棒那边住 你们先坐着 您甭管的 来 来 来 路山 你听准的 是这儿吗 肯定是这儿 上回修法过来的时候 是医生太太孙父 把东西藏在后边的 说是怕生事 生事 咱自己不惹事 事来了也绝不能怕事 这姓吴的 这上齐人搏档拉屎的 这层绝不能认 找着了 找着了 行 姓吴的 不讲理不是吗 一讲理拿他讲 这就是活路 打开 打开 老爷 你非得怎么干吗 不怎么干怎么干 怎么那个外奥区的 牙巴牌对我站岗了 你俩是这么个长家伙 他根本就甭想见你 你糊涂啊你 合着我自己大门大方 据你这见见 那不送死吗 吴又人不是说 咱欠他钱吗 行 我把钱给他送你去 老爷 可是他有卫兵嘛 我还是觉得 您怎么敢忒悬了 悬不悬也得干 人不能欺负人到这份上 行 收下来吧 鬼叔里东西啊 该放在那儿放哪儿 千万别露下 坏咱大事 好 快 站上 站上 您赏我的脸 小的先进您一位 相敬互敬 相敬互敬 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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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来少来啊 我这儿还有君物在身 不能多喝 有什么事你赶紧说 我们沁丰区不是欠着 我长官钱吗 打住 别说了啊 你们信方居欠我们长官的钱 那是少一个子都不行 今儿这酒钱 我替您结了 我还告诉你 要不是看在牧子爷的面上 我能跟你一小利本喝酒 对对对 姥姥 接着 别急啊 张先生 这是我们东家一点小意思 您先收下 我们东家欠吴长官的钱 已然凑齐了 应了您那句话了 那是一个子都不能少吧 不是 你这怎么查这个 这既然你把这钱都给凑齐了 你直接还给我们长官不就完了吗 您跟我这儿兜什么圈子玩啊 东家说了 冤家一解不一劫 他们跟你们吴长官不是有点误会吗 这是 你肯定也知道 听说了 这听说是跟一个 叫沐春花的姑娘 是吧 是是 我们东家啊 想跟你们长官交个朋友 托您啊 给美颜几句 都是江湖上混同 谁能没个错呢 不是 是 我们长官 跟一烟闲仔疙瘩的交朋友 爷们 你喝大了吧 石头胡同 霞光院 花魁 姓红姑娘娘我已经订好画了 她今儿专门候着您真的呀 不是 你你你刚才说什么 是是是什么姓红姑娘 怎么的意思 进了霞光院 你就说你叫张国忠 沁风居的小黑子给安排着 他就明白了 这他明白了我还不明白呢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怎么能干这么臭不要脸的事呢 按您的意思 我逛摇吧 然后让您给我结账 这事不合适吧 这传说得多丢人 这不行 不行 不行 这事 所有的开销您都不用管 没人敢拦你 行 那咱们下不为礼啊 大郎柜的 我敬您一个 都是当力位的 张先生您客气什么呀 您别去 我自罚一位啊 张国忠 不是 您说 您说 没多大事 就是我们那烟咸菜疙瘩的东家 想跟你们五审官交个朋友 赔个罪 道个歉 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事难办啊 姓红姑娘那儿 我就给人回了 省得大郎柜 别别去 你别去 你都跟人姓红姑娘那儿 都说好了 你不能出耳反耳啊 不是 咱哥俩先喝酒 来来来来 先喝喝喝喝 你跟我这一小力尾喝酒 你不掉价呀 多跌分哪 不是 不跌分 不跌分 大长柜子 您看着呢 我是小力尾 我错了 行吗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行不行 来 霞光苑 那什么地儿啊 姓红姑娘 那谁呀 她能伺候我这么一听差的 凭什么呀 这还不是因为您那东家 咱那盐的盐 慢点 慢点 对对对 慢点 我差点给忘了 我们东家 她前头说了几句话 她说呀 这事 得是吴长官先硬了 要不姓红姑娘那儿 谁去都没信 不是 孙子 你这怎么不是拿我打铲的吗 谁拿你打铲 真金白银的谁拿你打铲 我们东家还怕你蒙他呢 收着吧 不是 那 那那是什么 姓红姑娘这怎么着什么意思 事成之后 姓红姑娘只认你张国忠的名 她可不管你是打哪儿来的 下三万听差的立女儿 得了 瞧瞧瞧瞧您的 啊 郑重 去的时候 坏身老百姓的衣裳 别穿着这套黄皮 在霞光院里边抽撇着 姑娘的金人大饶多了去了 就是不喜欢碎催 您只要是能让我见交姓红姑娘 我光屁溜去都行 还钱就还钱 她哪儿那么多啰嗦啊 长官 她说呀 先在这大棺楼请您听戏 这听完了戏呢 她要在丰泽园备了一桌席 目的是为了亲自给您 赔礼道歉 我看这架势 基本上算是认灾了 你瞅见她了吗 我瞅见了 长官 您是没瞅见她那德心样的 一脸的奴才相 一见着我 还没怎么着 那光当就那么给我跪的 我一瞅她瞪眼下 差没给她吓死呢 都哭了 我跟她说 行行行 别这么哭了 我告诉她 我们长官之所以是长官 那是因为她能够做到 大人有大量 她怎么会跟底官见着呢 行行 撒别鼓子 当时就是这么回事 随时 长官您看您 什么时候见 我赶紧安排 见什么呀 我这么大人了 我这么大人了没吃过饭呢 是怎么着 我这儿还没跟她玩够呢 你呀 给她回个话 爷 没碰我见了 老哥 来了 春花 别干了 吃早点 您认识吧 瞧瞧 这不好吃的 这我爱吃这个 来 来 来 这长耳朵 驴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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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拿筷子去 春花 快来 快来 您二老硬硬硬硬硬硬 没病没痧的 这严先生他就没说点别的 谁知道他抽的什么疯啊 来来来 是 这四九成的人家啊 穷得叮当响得全算上 你不管头上吃的是 杂合面的窝头野菜粥 全叫吃早点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人家有钱人在齐的 早晨吃的是点心 说得好听 叫吃早点 早点 对 咱们这韩门小户的 也跟着嘴上祸 你看 坐牙画子吐出来的都是麻齿线 你愣说是吃早点 姑娘 咱们也要早点早点 姑娘 你干什么去 我出去办点事 吃了再走啊 我不吃了 大叔 您要老吃 帮我盯着脏上祸头 这姑娘 昨儿个还管我叫干爹 接着怎么就改大叔了这是 您得着 我明白 老爷 您这招还真灵 这张副官去了霞光院 该花的钱咱都花了 莫回头 他还就去见了无佑人了 这货还真答应见您了 也不知道这张副官说什么了 跟你说什么来的 该花的钱就得花了 让他吃咱 让他占咱便宜 完之后他给咱干活 不然的话 老天爷先要他脑袋 跟你似的瞎改主意 险些误了大事 看您这儿我不是长见识吗 大公楼起码定了 定好了 礼拜六晚上 全出的生死恨 齐了 就他 福子 欠无有人的钱 准备救他 不是 怎么着 老爷 您那天不准备还他钱啊 我还他个铁咱豆腐 你别说 福子枪法还挺准的 一抬手打哪儿有哪儿 您现在练得也不含糊 不是 你们俩去圆明园 不是采荷叶下来的吧 去了呀 荷叶柜堂上摆着呢 娄草打兔子 俩不耽误 老爷 我和小黑子啊 不能不跟你一块儿去 要真出什么事 我们俩好照应你 是啊 你们俩啊 帮我把铺子管好了就得了 不是 怎么了 老爷 黑子 铺子 快入秋了 买的还得做 这撇了呀 萝卜呀 削了红都该下来了 该尽采尽采 该怎么着怎么着 咱这几十缸酱 就不愁没地儿试了 老爷 沁方区不能没有您啊 这事交给我来办 我 光棍一条 我不爱的 行了 黑子 能有这么句话 我就知足 就算没白捡你 你们对我来说都不是外人 铺子 你跟宽子是吃一个娘的奶长大的 把铺子交给你们俩 我就放心了 万一 没他妈万一 离这巴掌远我打不着他 这脸对脸我还打不着他 拿枪棍拍我都拍死兔崽子 这事我去是正差 谁也别拦着 就这么点了 不是 进来 老爷 沐姑娘来了 说是 她有要紧的事要跟您商量 卢山 你跟沐姑娘说 我跟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只要我爹 她父亲那儿 什么事都没有 就算相关无事 你请她回去吧 袁老板 我是真的有大事要跟您商量 行啊 沐姑娘有话 让您进来 慢慢说 在 在这儿说不方便吧 没什么不方便的 他们仨都是我提起人 我这么跟您说吧 我跟我老婆不说的话 都跟他们仨是说 服则 看茶 好嘞 不用了 服则 不用 行 那既然都是自己人 我就没什么可瞒着的了 我就当着自己人的面 上来上来咱俩的事 怎么不说话了呀 我说是 沐姑娘 咱俩现在 牛蹄子两半个 井水不放河水了 您请回吧 干吗呀 怎么这么大伙计啊 瞧见她俩眼睛 熬得跟鹰似的 大福子 老板您 去那作坊的井里 打桶井水 让她多喝几碗 去去火 行了 行什么行 让你干什么干什么 沐姑娘 我这忙着呢 您别添乱了行吗 您再忙 也得把您父亲的心愿 给了了 也得等我们成了亲再说呀 沐姑娘 我有老婆 有孩子 无论我答应过您什么 我父亲因过什么事 且今儿起 都不作数 那是您说的 那崔卿姐可就是早答应好了 您甭瞎辩 那是不可能的 不信你自己回家 问崔卿姐去呀 我一大姑娘家家的 我犯不上 跑这儿来拿自己的婚事 是跟您撒谎 严先生 我知道您为了救我父亲 行了 老婆姑娘 那是我跟我爹的事 更跟您扯不上关系 就因为扯不上关系 因为您不知道 我为了救我爸爸 早就把终身许给您了 但是您知道这要能救命 您也知道 要被当局知道了 这事啊就是死罪 您为了保重那十字盘尼西林 在康庄趁火车没进站之前 就跳了火车 那脑袋还差点撞上了路碑 差点把性命都给搭上了 福子 这又李多嘴吧 这福子说的都是真话 这里头没他的不是 就算他说的是真的 这也是我跟我爹的事 您扯不进来 行 那我就让于老爷子来劝劝您 谁劝都没有 请犯您 老爷 老爷 我去要我让您别把话说太去要 人家母姑娘确实是真心实意的 是啊 老爷 等您跟母家结完亲咱再干呗 老爷 我也就是这话再理啊 闭嘴 主意已经定了 少废话 没关系 沂長 川大 看来 人家不在这吴 的人手 았� 您看 成吗 柱子 李增先生上菜 好嘞 三儿 颜先生 您来了 七壶高岁 得嘞 进了大酒缸 喝什么茶呀 来一壶烧刀子 行 说的是 得嘞 里边请 来 来 干嘛 干嘛呀 这酒后劲大着呢 颜先生 我听福子说 您这人啊 天生胆小 从来就不敢干一点违法乱纪的事 这话不讲 可是您敢把儿子往前线送吗 那不是国仇家恨吗 这现如今 又添了心恨了对吧 呦 您这话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装什么活动 口天吴 福子这臭子 福子可一个字 也没跟我说 是我自己猜出来的 昨天 你给了咱爹一笔钱 对不对 您不说实话可以 但我得告诉您 言打哪闲 醋打哪酸 您跟口天吴这过节 得打我这算起 您要干什么 不但得告诉我 还得算我一号 您啊 说出大天了也不着 那您就甭想干成这档子事了 您有家事 这一家老老少少的 您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忠儿 谢谢您啊 谢谢您 但这事啊 不是你说那么回事啊 这姓吴的这么干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往最近了说 他让孔老师离开情报局 行 走就走 派手底人打他 你去看看去 那不是一般的打 打得没人样了 我一看这姓吴的这抽手 这不是一般的较劲哪 这是想把我姓严的弄死 你要把我弄死是吧 行 必须豁出钱 那我也豁出去了 行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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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您什么事 没您什么事 哥哥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您都想要去跟那挨牵刀子拼命去了 我怎么能让你白白送死呢 何建德就是我白白送死 出水才见两脚泥呢 指不定谁死谁投了呢 老爷们打架 老娘们甭管 好 管好李爹 您这一大家子人不说 那咱爹怎么办 正好 我是这么看 这人哪都在天底活着 一般的较点尽无所谓 谁也别让谁真过不去 干吗呀他 我想好了 芝麻胡弄了 翠青盯着 咱不是干兄妹呢 你那儿已管好你爹 他当个官怎么了他 他还不让我活了 宰了臭小子 我连我哥仇我都爆了外盖里 谢谢 芝麻人生 人如芝麻 分身碎骨才能 才能压出涌 芝麻人生 人如芝麻 他高兴气儿才能开出发 才能开出发 才能开出发